180亿只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圆珠笔生产国 光纤数字的背后却是核心材料高度依赖进口的尴尬局面 一般说的就是说笔尖钢笔的这个部分 俗称就是笔头 原先的笔头这个材料不锈钢材料都是从日本进来的 不仅是国内国外的自笔的材料不锈钢材料也是就是说日本 笔头分为笔尖上的球珠和球座体 目前碳化屋球珠我锅不仅可以满足国内生产需要 还大量出口 但只仅仅有2.3毫米的球座体 无论是生产设备还是原材料 长期以来都掌握在瑞士日本等国家手中 中国每年要生产380亿只笔 需要用每吨12万元的价格进口1000多吨生产笔尖的钢材 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制造大国来说 我们可以造出高铁大飞机 怎么就造不出一个小小的笔尖钢呢 同样的发问来自国务院总理李克强 这是一种来自瑞士公司的笔头一体化生产设备 生产一个小小的圆足笔头需要20多道工序 笔头里面有5条引导墨水的沟槽 加工精度都要达到千分之一毫米的数量级 笔头的关键部位 在笔头最顶端的地方厚度仅有0.3到0.4毫米 极高的加工精度对不锈钢源材料提出了极高的性能要求 既要容易切削 加工时还不能开裂 小小底尖考验着中国制造 也考验着中国最大的不锈钢生产基地 泰钢 为了给数百亿只圆珠笔安上中国笔头 国家早在2011年就开启了这一重点项目的公关 泰钢当时就已经参与其中 一个是我们对各行业的这个新的材料新产品 就有一种敏感性 就是能发现一个一些行业 对这个对新材料的需求 引领这个行业的一个新材料的应用 王辉勉 泰钢集团技术中心高级工程师 26年在国内一流技术研发团队的工作经历 让他底气十足 然而笔尖钢的研发却是个难题 钢材要制造笔头 必须用很多特殊的微量元素 把钢材调整到最佳性能 微量元素配比的细微变化 都会影响着钢材质量 这个配比找不到 中国的制笔行业永远都需要进口笔尖钢 开发这个产品嘛 没有什么借鉴的资料 成分的配比都是从那个几十公斤的这个开始链 就是各种成分 加入多少 这个就是 这个次数就是没法统计了啊 为了找到国外守口如瓶的保密配方 王辉勉他们必须摸索出一套 前所未有的链钢工艺 没有任何参考只能不断的积累数据 调整参数设计工艺方法 突破的灵感来自家常的活面 面要想活的软硬适中就要加入新料 相对应的钢水里就要加入工业添加剂 普通的添加剂都是块状 如果能把块状变细变薄 钢水和添加剂就会融合的更加均匀 这样就可以增强切削性 我们就是也借鉴了一些 我们练其他钢的一些经验 把这个块状的加入 改成这个位线加入 经过五年里数不清的失败 在电子显微镜下 泰钢集团终于看到了添加剂分布均匀的 笔尖钢 实验在2014年12月取得成功 又经过十多次中试后 第一批切削性好的钢材终于出炉了 这批直径2.3毫米的薄锈钢钢丝 骄傲地写上了中国制造的标志 在被发笔液的测试实验室 用钛钢原料生产出来的笔芯 正在进行极限测试 在不同的角度下 每支笔芯都要连续不断地 书写800米不断线 这已经是对钛钢产品的近千次测试 这是800米的效果 800米的跟现在 跟刚开始画的是不是也是一致的 没有由生到浅 基本是一致的 那说明它的出水的均匀度好 笔芯的内模型好 没有发生 基本上没发生变化过 所以我们现在用钛钢的东西 基本上跟国外的比较 应该说是同等的 现在 非发笔芯已经开始向太钢 批量购买笔尖钢产品 在未来两年将完全替代进口 标准就是话语权 就是抢占了竞争的制高点 现在由太钢负责起草的 笔头用 以切削不锈钢丝行业标准 已经通过了全国钢标委审核认定 我们想通过这些研发 通过这些标准 引导我们的钢铁 特别是不锈钢的技术进步和创新 一定要栽取钢铁工业材料方面的皇冠 文心则喜 文心则动 以心至胜 小小笔尖拷问 给中国制造带来巨大启示 一支司空见惯的中国笔 书写出的 是创新驱动的中国力量